泰玛里乡台九线385.7公里处发生引起交通事故 疑似驾驶者车辆机械故障 失控撞上了路旁铁匠 还有停放在路边的一辆小货车 还有两部制小客车 而肇事车辆的驾驶和乘客两个人有多处挫伤 从外面中可以看到一辆轿车速度相当快的 直接冲撞路旁停放的小货车 这是三日凌晨发生在泰玛里乡台九线385.7公里处 耿新民众驾驶租人的小客车由南往北行驶 行进该路段时疑似机械故障 车辆失控撞上路旁的铁架 及停放路旁的一辆小货车 还有两部制小客车毁损 耿新驾驶及王姓乘客身上则是多处挫伤 本辖开九线385.7公里处 与临时三十分许发生交通事故 耿新男子疑似机械故障至失控撞击制小货车 并波及另两部车辆 本交通事故造成两人受伤 详细状况由大五交通小队调查处理中 大五分局呼吁 上路前请做好车辆保养及检查 保持车况良好 确保行车安全 泰玛里分出所远景接获报案 立即到场测会拍照 并配合消防人员将伤者送医 大五分局也提醒驾驶人 上路前请做好车辆保养及检查 保持车况良好 维护行车安全 就讲解泰玛里相报道 检查备 保养 保养